美国一位年轻画家为了理想出远门谋生 然而他的作品总不被看好屡遭失败 后来他终于找到一份替教堂作画的工作 由于报酬极低 只能借助在一间废弃的车库 每晚总看见一只老鼠在屋内四处奔跑 有时老鼠会在地板上做出各种动作 如同表演杂技 作为唯一观众的画家 还会打赏老鼠一点面包雪 渐渐地彼此建立起了信任 老鼠甚至会爬上画台 跳起舞来 而画家则是默默地享受与老鼠的亲近 不久后 年轻画家被介绍到好莱坞 去制作一部以动物为题材的卡通 他积极地想把握住这得来不易的机会 然而却再次遭遇失败 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天分 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甚至产生放弃理想的念头 正当他沮丧不已时 突然想起那只跳舞的老鼠 灵感爆发 他立即随笔画出了一只老鼠的轮廓 于是 历史上最风靡全球的卡通动物 米老鼠就这样诞生了 而这位年轻画家 也就是后来极富盛名的华德迪士尼先生 迪士尼先生回忆那段日子说道 那间充满汽油味的车库 至少值一百万美金 而那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只上帝给我的老鼠 上帝给谁都不会太多 却是够用的